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吊车没帮我进来 很难你觉得呢 今天我们飞训部的直升机 是在执行夜航的训练 那因为飞行官发现 我们旋翼转速高警告讯息灯亮 所以才标准的作业程序 就是预警性的落地 那落地之后人机均安 处置的是相当得宜 直升机后续要怎么处理 才能运回基地 今天这一架是OH58D 暂收的直升机 我们就把它推离这块农田之后 用车载的方式回基地做全面的检修 这有悬翼片要拆下来 其他不需要拆解